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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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現在已經上來了 我們稍微再等一兩分鐘 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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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任计政 如屋计政 陆政司 王科长 经济部 工业局 吕副局长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局的专门委员 刘委员 好 请坐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学商 那么今天学商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劳动基准法的修正一些案子 早上已经排入我们讨论四项的第一案 那因应我们党团早上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意见一个反应 希望下午能够召集各党团来讨论未来的程序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各党团来表示意见 那幕僚人员有没有什么要先说明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针对今天下午开始针对劳基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这个草案 我们要如何进行我们来交换一些意见 让不管是外面的成康的团体 还是劳工还是企业界 甚至于党团之间 能够非常平和的把这个法案顺利的来做一个修正 来符合社会多数的一个期待 那么我们是不是从亲民党开始表示意见好了 针对我们的程序 你要先让他们讲 我是说我们每一次表决都是从你那边先表决 还是有名 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边当然要先问候一下柯总招 那其实我们是这样看 因为执政党版本或是行政院立场 昨天晚上才出来 有特休的版本 傍晚才出来 其实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 那如果我们今天就立刻去处理它 是不是讨论时间不够 虽然我们昨天也有做协商 不过也有点冲促 因为顾及的条文很多 那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今天下午处理 我帮他讲完 是不是今天下午处理 我们是觉得说 反正我们已经列入议程了嘛 那五二一次会 那是不是星期二再来处理 那当然刚才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是不是要在这样一个 的环境跟气氛之下来处理 我觉得就大家都可以考量 那我们是建议 不一定要记得今天处理 那其中我们可以针对一些议程 进行方式可以进行讨论 好 谢谢 那来 我们国民党这里表示一下意见好了 院长 各位委员 刚刚有民松讲的话 也正是我想要讲的话 但我重复一次 我们非常关心中午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前往柯总召所在之地 去慰问 了解 因为我也是医生 我们怕你哪里受伤不知道 我们检查一下 所以我们慰问的 慰问之一已经到了 后来看到柯总召笑咪咪的 我说 他大概没怎么样 其实有他也是忍着 所以我蛮佩服他的精神 不过很同情他的处境 第二呢 第二呢 这个法案当然大家已经努力过多时 所有的相关的进度也都走了 我们唯一遗憾的就是 民进党非常坚持他们的提案 却没有容许任何在野党的提案 进去成为一个主提案的内容 我说过程 我说过程 所以变成我们有被压抑的感觉 这个非常不利于后续的谈判 协商的氛围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午的下午以后 我已经跟院长讲过我们的立场 我说在内外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的一个氛围 确实不是处理的一个timing 刚才有名也讲了 所以我说跟你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也跟你建议了 应该是下礼拜二再处理 那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大体的讨论 我们党团刚刚也做了 很多的意见的交换 大家认为 整个程序都已经走完了 也没有再交换意见的必要 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刚刚多了一个有名兄讲的 你们的特休假是新进来的 这个倒确实是有协商的必要 有协商的必要 第四个 我还是希望这个法案是在大家 有良好的共识的背景之下来通过 对你们执政党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谢谢 好 谢谢 来 现在换民进党 我想第一个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这个地方我先谈我们 我对整个劳机法修正 来自于台湾民主主要这一天的时候 大家共同来思考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二十几年 我们看过整个台湾民主发展的构成 也看过所有的法案的冲突 但是今天我们大家要面对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立法委员在院内组织工厅会 各位所引进的这些所谓的团体进来 既然可以对赵伟主席 女性的主席 施以暴力 推倒到地上 然后受伤 这一幕难道大家没有在想 到底立法委员变成这个样子呢 接下来 当立法委员说要修法的时候 说是要罢美 还有人在推破出来 此时此刻 台湾民主 大家不是自己思考吗 那今天我受到暴力攻击 我觉得还事小 那有一点值得讨论就是说 市场最危险的情况 就一种而已 当时有人认识我的脖子 一起跌倒 差点没有办法呼吸 我们的警察 警察居然只是少数几个在旁边帮我 我注意 因为警察站在旁边看 说你们怎么不动手 警示的忧虑竟然完全没有作用 警察居然说 要去找我们主席官 这难道不是要检讨吗 这难道不是要检讨吗 曾经在立法院被 被外面的人打 我们大家不会想一想 所以另外 立法院说要修法就要罢免 台湾的民主是走到这一刻是尽头了吗 这是所谓的进步的力量吗 是所谓的进步的价值吗 是台湾的民主吗 大家想一想 发生我在我身上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人身上 你要提立法院 不同法案提出不同看法 就要被罢免 罢免门槛又降低 所以都可能发生了 大家总统在思考 一位讨好 老基法修认就是这样 每一党本来就要负责了 刚才新闻民主谈了 昨天傍晚台拿出来 我拿出来 中文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我请问 廖文委员 你们两个口径一致 请问昨天在特休38条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在现场跟我们在讨论 不来参加协量讨论 讲话有陈玉门 我是讲廖活动 廖总召 包括习总召 你有没有 特休38条 你有没有上台发言 有没有讨论 隔壁这个宏委员还有 所以讲这个话 就是要拖延 所以想要在 10月11号 大家签讨了 难道这次 这文字不算吗 这讲得很清楚 第二点讲得很清楚 上述会议各总团同意 不与霸占主义台等 手段杯葛 这中间 大家全部签完了 上述会议 上述会 工丁会 院会 然后大家签都忘记了吗 今天国民党 你用什么理由 继续占领主义台 请你告诉你党团同仁 那以后立法院是这样干的吗 超会商都不算数 然后超会商 说还可以讲说 我们你的法案太晚提出来 我们再晚一点再来 就是大家要 以后的立法院就变成这样吗 任由暴力在立法院 任何暴力可以对待任何一个立法院 例如说立法院只有两成十则 请各位不要忘记 審查一算審查法案 假如審查法案的时候 提出要修法是一种现象 就要罢免 大家不要太心灾乐厚 我曾经再讲一次很清楚 这是进步的力量吗 这是进步的价值吗 这是台湾的民主吗 请大家共同去思考 台湾民主已经走到末端了 这个国家是危险的 今天老的计划 本来每一党都要自己去负责 我们有自信 我们提出来 跟他三条而已 不跟他三条 大家论述得很清楚 委员会讲了13个钟头 我很感谢这个 曾经杰委员代表亲民党 他虽然一个人 他还是很尽忠 一直讲他 甚至说我们要提什么案 已经大家都讲得这么透了 哪一条讲不透 我在这里回答大家 我已经讲得没人说了吧 协商又两次 那协商的时候大家 曹耳湘大家弄清楚 大家不要让你好人只做表演 我也说曹耳湘 可以让电子媒体 所有媒体在旁边这样钉 我们来曹耳学商 我请他们出去 大家要符合他们 我最喜欢陶耳湘越透明越好 我觉得对每一个字 我来负责 我专业性 迪勒布雅允里面 我讲说我自己负责 所以从来到现在 就是陶耳湘密室协商 王科体制 这一套不要再讲了 这一套不要再讲了 越透明越好 反正那到底 在骂的人到底 有没有好好进来协商 我在这里的地方 很沉重的 表示我所观察的现象 二十几年来 日凡从来没有这种承诺过 日凡的游戏规则 不懂 没有关系 不懂要非 法案大家可以谈 你好好去论 大家去辩论 不是沈亿是民族吗 不是什么都要来辩论吗 为什么辩论的时候找不到人 那只有在骂人而已 我想 这两个朋友 大家要共享 这一刻 你们又 国民党 你有什么主席 又站在主席台 人家不应该负责 这些人都当出 签署的谁样的人 你不负责把他们请下来吗 假如说外面今天 今天习近平和廖国东都讲 两位委员都讲 外面有发生状况 有人来围 我们就停起来 礼拜日再来 礼拜日还是有人来嘛 我都被打都无所谓了 我还要再面对 今天假如说 因为我被打都无所谓了 我都说 这也不对 现在 从任何法案 这次法案到什么到尾 就是这几个 这些人在反对 就喊口号式的 喊七天假 有没有论事的基础 他们 根本我们现在法案 已经看得到吃得到 他们还想看得到吃不到 各位立法委员 我们其他时候讲的都透 法都写得这么清楚 是强制性一定要给的 为什么还在 报纸上还在讲说 这是过水 这看得到吃不到 不应该如此吧 大家有没有做就会 你以为 就当一个公器在你手上的时候 只有表演就可以吗 只有规则就可以吗 只要讲话不送话就可以吗 不管怎么样 你要先给个理由 你那些站在台上的 国民党的委员同仁 你是不是应该先下台再来讲 否则怎么谈呢 否则怎么谈 这是大家签署的 院长在院会先读过 整通措施性法案 法律 那先把这个问题先讲清楚 到最后只有三条而已 只有三条 其他大家有什么意见 那都是小事情的 那个法案内容 那都可以 这三条当然没有办法 彼此互相说服彼此 就应该 照程序来处理 好 等一下 让亲民党先标识一下 好不好 总是三个党团讲完算你 谢谢院长 其实这个 两个方向 第一个 从今天柯总召的事情 然后你再回归 包括他之前的办公室被冲撞 还有在立法院委员的问证 其实这一连串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 毕竟这个待遇政治 他的必须要有一个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忧虑的空间 因为毕竟每个民意代表 都是代表 民意的一个部分 那他自己所做出来的决策政策 当然后面会有 他该负责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 立法院在整个的委安上面 必须要先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我比方说 我们进去 国会委员的办公室 我讲真的 我们过于松散 其实有些该严格规范的 就应该要严格规范 比方说这么多的助理 进进出出 谁知道他是什么助理 比方说是不是余律 都要佩戴识别证 挂着识别证 你一定要要求他们做到 那包括委员同仁 你要每个警察认识他 这也不对 我们以前长期立法院 常常委员进来警察不认识他 挡住他 挡住他了以后他就发脾气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那你这样子会让我们在整个在守卫的警察 强迫他去认委员的脸 然后就变成会有一种顾忌 你要进来 搞不好我去蓝道是一个委员 我要被挨骂 这也不对 所以在委员的识别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比方说这个徽章 大家就应该该带就是要带 这个就是你让维安的人员 认识你是一个立法委员 助理你就要别的识别证 让助理也让警察知道你是助理 那这个让我们整个在维安上面 必须我也建议院长 我们是不是在立法院里面 应该也要好好的来检讨一下 你比方说在国外 我们可以看到人家要进去 进去国会 那个全身的检查 不输给要过海关的 上登飞机的检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国会的尊严 不管他的 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因为他所做出来的政治的判断 他未来是他自己要去负责 这个党要去负责 可是在国会里面 毕竟还是要有国会的尊严 他必须要去存在 这一点我必须要请院长这边 好好地来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针对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讲的这个 勞基法的修法 其实我们的看法 我们亲民党这边的看法 就比较基本的原则就是 政党的话就是一个政治责任 你今天你要推出来的法 那你就这个党 你就要去负该有的他的一个 未来的政治的任何的一个责任在 那当然外面的抗议 那是社会的一个声音 那你有没有去听他 不听他 你这个政党你自己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那是你政党要去负责的 所以亲民党在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尽量地 用一个理性的方式 然后来好好的去表达各个政党 他针对他所提出来的法案 对整个国家社会在做负责 所以在这个负责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那你就让这个法可以去过 你如果 你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不过我是觉得应该就是说 大家应该要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好谢谢李总召 好来现在吴安市长 院长各位同仁 从劳动基准法的草案提出到现在 总共已经过了多久的时间 我看半年有了 这半年中这么多的纷扰 那这么多的对抗 实在是让我们社会也付出非常多的代价 那包括今天的行为 我们是立法委员 我们立法委员其实在践行的是 代议政治 就如刚刚洪军松讲的 我们做的是代议政治 我们应该要处理解决掉冲突 而不要让这样的冲突到街头上面 我们常常说宁愿在议会里面好好来讨论 而不可以到街头是这样子去舞斗 如果我们这个纠纷 我们现在还继续以拖延的目的不处理 是让这个社会对抗的情绪越来越升高 今天会出现殴打个别立法委员殴打总召的行为 我们不知道你再把它延到下 礼拜二再下个再下次的会期 社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会不会有人今天要来抗议 然后下次反制者就出现 那我们这样立法委员 本来代议政治能够化解社会冲突的 这个天子会变成不见了 我们宁愿用在这个地方的肢体对抗 让这个气氛越来越火爆 然后让两边的支持者越来越不耐 大家到街头上去打破头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主政治就走到末路了 今天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我们是代议政治的产生 就如刚刚清兵党总召李洪峻委员讲的 这个无论做任何的判断 将来都要负政治责任的 民进党虽然我们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 我们很自信认为这个法案 是社会大多数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很负责任的提出了这个法案 那我们今天提出这个法案 包括38条的这一些所谓特休假 昨天你们要求我们提出 我们提出了 其实在今天媒体各界大家评论 我看起来觉得社会上能接受的大多数 结果你现在又用这个理由说 今天是不是就不处理 甚至国民党就占了主席台说 不管原来的协商里面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的被弃承诺使得将来的政党协商 真的很难走下去 那这个待遇政治走到穷奴末路 对我们大家来讲是对这个国家也好 对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民主机制是对的吗 所以我是真的认为 就照我们的协商 请国民党委员离开主席台 我们好好的开会 你们要发言的权利 我们绝对都会保护 让你可以有足够的发言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来把我们这个意思完整的进行 让国会真的有讨论 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否则你站主席台将来哪一天处理 又会发生肢体的对抗 使得这个会议的进行变成 没有办法照正常的程序进行 这个都是对国家社会的损失 我们建议还是非常诚恳的建议 是不是就让我们照原定的这个 继续走下去 王阿委员 好 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在谈说那个朝野协商的结论 这个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也问过我们党 一开始协商的是我们书记长江启成 我说这上面的文字第二段上述会议 有没有急于院会 他说没有 因为我们在第一段开中民意 不是你个别解释 这个中文学很清楚上述 这不是谁可不解释 我想大家好好的讲 这一点是我当时非常 非常清楚去询问的 我当时非常清楚的询问 因为决定事项的第一项就提到了 11月14号 16号 17号 召开三天会议 所以第二项的上述会议的内容 仅止于11月14号 16号 17号 我希望大家 现在不要一个朝野协商又各自表述 当时我的印象非常清楚 我就是要确认 到底当时我们 这样子我才肯签字 我问得非常清楚 我得到的回复是说 上述会议仅止于这三天不急于院会 这是当时大家的共识 因为当时大家是在吵什么 说委员会没有审 也没有召开公听会 所有的事情是要回到委员会跟公听会 所以大家答应的是说委员会我们不霸占 因为当时民进党一直坚持 就是说那万一委员会你们又霸占怎么办 我们当时很信守承诺 委员会我们不会 让大家好好讨论 那公听会不要乱搞 也没有啊 我们也都没有 所以委员会跟公听会 我们的确遵守这个朝野协商的结论 上述会议 我当时就是反复在确认 上述会议就仅止于这三天的会议 我不希望今天大家又开始 回来拗说 这个上述会议那当然就是 现在要拗成错 包括院会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当时大家回想 为什么要开这个朝野协商 是因为我们委员会 没有针对劳基法好好的审过嘛 不是吗 那现在又回来拗这个吗 要讲重序再来大家弄不完 讲这里面中文就好了 我当时就是非常清楚 我有确认过 好这样子啦 我跟王委员特别报告一下 当时本来是讲 所有的案子都不要霸占主席台 但是廖国栋委员很坚持 就要只有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等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的决定事项第一项 就是在委员会没有共事 委员会议绝交党团学商后提报院会处理 这里面就有院会处理 所以第二点才有上述会议就是包括院会 但是没有 就包括因为这个文字就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开玩笑 这个柯委员还开玩笑说 那以后就全部都不要霸占主席台 但廖委员很坚持 她说不行只有这一个案子 所以是这样只有这一个案子 所以这个这样子我们来学商怎么样让他顺利 就是说怎么样来让这个劳基法的审议能够更加 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团 针对劳基法修正草案这个案子 明年度的企业界就要开始排整个的假期 到底要怎么处理 所以让他顺利的审议 绝对是每一个党团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可以看看刚才江就是廖总召 还有徐总召有提说 那今天我们就进行大体讨论 把所有的意见 大家讲多久都没有关系 反正今天下午还有好几个小时 可以好好的讨论 那如果大体讨论到时间到 我们就不要再延长时间 五点半 我们的五点半 该休息就休息 礼拜二再处理 如果大体讨论当然 大家都没有话讲 大家都没意见 当然该进行我们就要进行 我们就照程序来 那大家要怎么发言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样子这个立法院 针对劳基法的审议案 大家辛苦那么久 好不容易送到院会来处理 我们也希望能够平顺来进行 看看大家的意见 院长对不起 因为昨天晚上你们民进党傍晚的时候 才提出特休假的版本 那大家都还一头雾水 但是经过我昨天夜里 回办公室好好一算之后 麻烦帮我传一下 虽然今天一大早 最近一大早各媒体都有传出来 看起来特休假 每一个所有之前的劳工 看起来还是增加了 那但是大家如果拿到 我精算出来的结果 原来现在目前不砍七天假 原来国定假日是一年有十九天 如果砍掉七天假 现在不满一年的劳工 现在只剩下十二天 是就件七是十二 那如果给之前的劳工三天 十二加三 我们现在的版本是只剩下十五天 比原来的十九天还要少 年资满三年的劳工 我们现在民进党的版本 是一年给特休假十四天 砍掉劳工的七天假 十四加十二是二十六天 比原来现行不砍七天的版本 我们现在原来是二十九天 还少三天 如果年资满十年的劳工 我们现行不砍七天假 是三十四天 民进党的版本看起来 特休给年资十年劳工 有增加一天 从十五天增加到十六天 那国定假日砍掉七天之后 剩下十二天 十六加十二是二十八天 那我这个算盘算出来 其实也是要说 所有的特休假看起来是加 每一个年资的劳工 看起来都增加了特休的假日 但是加上砍掉七天之后 事实上总数都比原来的少 我现在就事论事 今天为什么在外面的劳团 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这么愤怒 虽然蔡英文总统说 我要给劳工未来增加特休假 但是实际我算盘一算 其实是比本来的比较久 我现在是就是论 昨天晚上 你以后去研究没有关系 人家到一头你去讲 是吧 我们是说定事 先来说定事 每一党都有论事的基础 今天要论 论这个我们在外面论很久了 没关系 我没有要跟你吵架 葛总统长我们要跟你 葛总统长我们要跟你吵架 我们就事论事 是我把昨天民进党的版本 昨天晚上我们回办公室 好好的算一算之后 我提出来给各朝野党派 大家去思考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在外面的劳工还这么的愤怒 虽然各大报今天都说 给特休假事实上 好像很多不同年资的劳工 看起来假期增加了 但是回去仔细一算 确实不是这样 没关系 国民党只有35票 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特休假 民进党的版本 我希望拿出来 至少这个摊开来大家讨论 那最后的结果 反正执政党去承担 但是我还是对于 砍掉七天之后 看起来增加特休假 事实上 原来劳工整年的国定假日 再加上你的特休 比原来不砍七天的还要少 这是我要解释 在外面的劳工到现在为止 还这么愤怒的原因 好 这样子啦 我们先讲程序 只要到院会 我们都是有实况转播 所以院会的广泛讨论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 全部开放 让大家能够将各自的看法 全部在院会里面陈述 那怎么样 我们就照廖总召 徐总 来总召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协商结论 其实11月14号 其实当那一天 其实好像蔡总统也是在平面媒体 有接受专访 特别提到特休 那我记得 11月14号星期一 进行报告跟巡达的时候 我们部长在这里 所有人都在问 那特休的版本是什么 部长都说 导文部没有立场 那11月17号 进行逐条的时候 我想 总召全程都在嘛 所有人都在问 那怎么可能没有立场 后来两次协商 第一次协商拿出来 中间是空白的 一直到昨天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支持刚才讲说 要好好来审议 可是我一直说昨天 帮我拿出来 不到24小时 我们今天就真的 而且刚才 吴委员讲 家贫如潮 这个社会一片叫好 那这怎么可能 如果大家都支持的话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 当然 这是你们党团内的家务事 更何必 何况 干嘛用党纪要处分 不支持党 你要干事民营党 我知道这是你们家务事 我只是提到这里 所以我还是这样 其实我刚才并没有说 支持说今天进行大体讨论 我是一直说 是不是要大家冷却一下 让社会有更多讨论 礼拜二再来 那我是觉得今天 我们这个议程是可以来讨论说 那如果真的进入实质的时候 那个程序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看法 不过我一直说 真的急着这个下午要处理吗 就像我前面讲 特休这个是引起社会很大的注意 那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急着今天下午处理 好 讲完来讲去就是 来 廖总招 那样是算在一起的一笔子 柯总你要举手 你要举手 你要举手 我比你先举 来 我虽然没有柯总招在立法院待那么久 我也很久 我也很久 所以也看尽了上上下下 成成福福 我听柯总招刚才讲的话 我真的是 有点感慨 精细和系 今天社会的氛围 会弄到今天这样 我不知道谁要去负责任 是以前的执政还是现在的执政 我也搞混了 我也搞迷腐了 所以我们不要再谈过去的事 我们就谈现在要怎么处理就可以了 程序的部分 我还是深深地以为 今天继续开会的安排最好调整 我们已经发出呼吁就是下礼拜二我们再来开会 下午让大家休息 沉淀 然后各党团自行就现在的特休法 特休假这个部分 来好好研究 我们也刚刚跟你们讲过我们新的资料来 这个年次不满六个月 六个月不满一年的劳工休假日 各国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台湾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 所以这是可以讨论的 这绝对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要很安静的时候好好的讨论 而不是在争吵之中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来讨论 如果要回到11月14号 11号这个协商结论 我也有话要说 因为当天我没有签事情 所以想帮我签 当然在前半段 我好像有来参加了 我有陈述了一些意见 我们当时我个人 当时我个人确实是讲委员会的部分 没有急于院会 真的 我这个印象都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当时要重审 是回到委员会 回到委员会 让他顺利的出围 我记得答应的是这个 顺利的出围 那后来文字是这样子写 就变成各自表述 各自阅读啊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认为 那是在讲委员会的那个程序 那最后我要说的 我要跟柯总说 再讲一句话 你在这个业界 不是业界 这个是立法界 最资深 大家我们在这里是最资深的 我要讲的话 你非常清楚 也很懂 这个政治包括 政治的解决 跟立法的最终 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不是我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这个道理 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陈明文当预长的时候 很会妥协才会成功 你才会成功 你们就是因为一意孤行到现在 我们在一党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对 你没有举手你不能讲话 你没有举手不能讲话 你没有举手不能讲话 不然我们会讲的讲不完 面就讲一下 其实真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书上看到的 你也看过这句话 这是一种妥协 妥协是什么 就是让大家都同意 大家都觉得可行 我们把那个东西把它 变成一个共识 来通过大家遵行 这叫妥协 如果是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的话 也可以啊 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啊 那我就是霸占主席台 就很简单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上去 第一个外面的氛围 我们是替你担心 要把这个氛围拉回来 来到主调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 这个十一月十四号的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十一月十 哦十一号 最后 我们还是很希望这个 劳基法的修成案 能够很平顺的完成 而是大家都 欢喜 不是说王家还要打架 我才通过 不要这样 OK 一连讲的都这么样子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空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各退一步 可是就是说 下礼拜二就照医事来走 照医事来走 可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提案 那是不是就是说 还是我们照以前的惯例 就是 比方说提案的 用它的顺序 顺序 然后一案一案处理 然后大地讨论 然后就进行议事的处理 那如果大家都 我看时代力量 国民党都建议要延到礼拜二 那礼拜二 那礼拜二那就 大家如果有这个共识 没差那几天 延到礼拜二 那不要站主席台 然后就把这个意识处理掉 如果有这个共识 就可以去处理事情 这是 我说是这样的 改判了 你们拿一包 那我说一下好 好 好 我刚才一开头是讲 这是大家 要冷静的时刻 台湾民主 走到这一天 已经是民主的完歌了 这不是我们所谓的 进步的价值 台湾民主 当立法委员 在陈寅在组织公议会 各位 找进来团体 自己也做要负责管理 你都跟我说到我们是我说的 然后可以在一场里面 打你性的招伪 这一幕大家好像都 都好像没有发生过 既而占有办公室 接下来看到 要修法 公主要说 中法也是选项公主要把辩 今天在陈寅 他根本是要自我死地 大家不要忘记 刚才他们扬言要开这帐我 叫你说这样呛 难道大家不必冷静 各位听说 就是因为这边外面有团体 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再进行下去 这是纵容吗 这不是纵容吗 那我想一想 台湾民主走到这个地步 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 我们还当什么立法委员 然后外面要极度讨好 这大家都要咬嘴 政治也要有点责任感 政治也要看整个现在台湾情势是怎么样 经济发展是怎么样 台湾现在处境是如何 然后 外面有人 怕还在那里 我们就不能 我们就有时候陷 下午那边再来 下午那边 这人会不见吗 超约商所写的 也不算数 六众委员我告诉你 这张是也将带 另外一张是我自己拿给你签 我是 这张是我一个人拿去 你签完以后才将其人签 王毅民要签以前 我跑到委员会去看 去找他 他看了半天 我站在旁边你证 等他签完 我感谢 找时代艺术 时代艺术说他还要再开会讨论 再开机在挑的时间 时代艺术才会统一签 这些人都签在这上面 白纸黑纸 还没准算 然后这还没准算 那今天大家就想闲 不过后再去抗议 那时候想闲 那时候 我们大家要想清楚 这是立法委员的态度 国家议员就是这样 不过一个法案 大家都闹人来 因为现在结婚会就来罢了 这么大一个同性婚姻的问题 婚姻平前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预见 只是说什么法还对 要提什么法都可以罢免 大家都没自然 大家没想看看 台湾未来怎么 何去何从 来最留意是要做的话 国家我知道你刚来 我们都稍微自身一点 我们都看了很多 二十年来 二十几年在这里 走过台湾民主的每个阶段 我们从党外出生的 我们怎么不懂得照顾劳工呢 老公这么多选票我们 我们会把他抛弃吗 我们今天这个法案 十几年累积来 总是要做一个终极的 一直照顾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 进行政府的 不仔细的说明 再去处理这个案子 是对民进党非常不利的 所以质量一定反弹 要给老公更好的条件 大家能不能 特修一百天也没关 对吧 什么特修 你现在看不懂 没有特修版本 这个都不是理由 你们所有的特修 就像公務人员一样嘛 不同选项 这还要什么看不懂呢 什么昨天才哪出来 今天要处理 研究 刚才有的研究 大家去讲 不讲清楚 没关系 这个 哪有立法委员 连这个都要看 五天 十天 这个问题 大家都 四个多月以来 大家都想得很清楚了 我们难道没有改进吗 我们本来没有特修 有妥协 我们 其实MMI版本没有特修 怎么没有妥协 妥协结果 当然还是 你们还是一直反对 外面还是反对 除了照你们的 照你们 你讲台湾最高 海湾你们三十六条 你们 你们那个 一个礼拜两天都不能上班 全世界有这种国家吗 你这种配套 根本讲不通的嘛 那只要各政党去负责 正是要负责时刻 也该弄不过时刻 只要说今天的理由 是因为外面还有学生 我们就不要开会 我们不能接受 这不是这样 对 这咱 你说一般就整点就好了 这是理由吗 其实签了也不算 郭董 我亲自拿给你签的 我亲自拿给你签的 你的另外一张 是你自己签名的 我是一找 六七点之后再找你 一直找到 你说这我等一下等 我等到八点多 再等到四点多 拿给你签名 签名完毕给江启臣签名 拿给黄一平签名 而这种招像跑腿的一样 拜托 黄一平还发言 我等一下 站在旁边等 他看了 看了半天 我都没有问题 他签了 那你不在 陈一杰委员 整个都跟我说了 你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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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好事 刚刚签这个 开三次草野协商 他还没准算 他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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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野协商没准算 今天我们这块 看不 我跟他传 我们跟他传 这些理由 大家可以吞得下去吗 这是我们应该 吞下去的理由 我不是说不可以妥协 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嘛 我们希望那 一无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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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信再信都叫你们 对吧 问题想清楚就 不可以占预主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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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动委员还说 只有限制这一次嘛 还问过院长 我那时候故意讲说 以后都不可以占预主义台 是不是 只有这一次 这么多 这么明确的对话 以其做所有的过程 难道都 撒在那边去喔 只有一个理由 我好有好想 拜理也好想 我不知道好想 那是什么团体 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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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他说 买滚的 我知道是谁嘛 那个是要治理你死地耶 甚至脸书还嗆你说 要开车撞死我 我不可以走 今天问这个 大家买买买 所以有这个讲话是我 各位想一想 台湾民主在我们手中办送吗 这是民主反歌啦 这就是进步价值喔 这个是 和民主吗 我一直在 在这里今天我比较嚴肅 大家想想看看 民主是我们的 会计刑是 之后 的话 我们会计刑也就好 宣慧 立法院就好了嘛 立法院说不可提议法 文主是 報告总招 可以 Leuten讲话吗 文西 麻烟 ��는 文西 文西 好 寻席 珠希浩 各位委员 我想今天我们每个委员在这边 我算是最之前 但是我們每個委員都背負民眾的期待 在審議這次的勞基法 大家都在看 從一粒一休到砍七天架 到後來蔡英文總統說 要用特休架來補這七天架 來徹底檢討特休制度 但是直到昨天傍晚 我們才拿到民進黨團的版本 所以這樣的一個立法方式 其實是非常令人失望 這樣的立法方式 其實就是一種突襲式的立法 你在最後一刻 你才把你的版本拿出來 到今天的現在 不到一天 今天早上的報紙 也才詳細的報導說 這一次民進黨團版本 關於第38條特休架的制度要怎麼改 結果難道就要在今天下午就要三讀通過嗎 我想這個不是我們每一位委員背負民眾期待 應該要做的 昨天傍晚才提了版本 今天難道就要讓他三讀通過嗎 這個是我們每一位委員沒辦法接受 這麼重要的一個勞起法修法 為什麼要這麼樣的倉促 而且被突襲式的方式 要被迫讓我們來承擔 這樣子我們出去怎麼能夠面對我們的民眾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也不反對 接下來如果要大提討論 我們來好好的仔細討論 但是今天就算討論到五點半也只有三個小時 這麼重要的立法難道就要這麼倉促的這樣來處理嗎 所以我想無論如何我這邊還是要講 我們其實不應該這麼急 不管是今天不管是下星期 我覺得民眾看到的都是非常倉促 38條昨天才提出的版本 就要在這麼短期就要讓他通過 我想我們表達的立場就是這樣 柯總召其實在兩次的協商 甚至11月17號的逐條審查都在喔 我們對每一條都充分的討論 但是就是第38條特修制度 昨天傍晚才提出來 柯總召回來喔 這完全是一個突襲式的立法 我再講一次 最後版本還在 不是說這次勞起法已經討論半年 你最後一刻才丟出來38條的版本 你就要被迫讓我們吞下去 讓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來討論 柯總召你也全程在 我們也充分討論 但是這麼短的時間 我想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外面有勞團也沒辦法接受 謝謝 好這樣子啦 我跟蔣委員報告喔 廣泛討論之後 還要進入主條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今天要完成三讀 要完成二讀都有困難 廣泛討論只要大家一講 就一兩個小時就過了喔 所以今天 不會不可能三讀啦 不可能啦 所以這一兩天喔 下午 這個我建議繼續廣泛討論的原因 就是要讓這個法案 好 第38條 剛才特別講的特別價 讓大家充分表示意見 那下禮拜一 黨團之間又可以再學商 這樣反而更好 你現在沒有趕快交換意見 那下禮拜二你再交換意見 那時間又三四天又過去了 我想說的是喔 昨天才出來關於特休的版本 不管是你下個星期 再兩個星期之後 即便我們各黨團之間好好討論 可是你有跟外界的勞團 跟資方好好的溝通嗎 如果你之前有溝通 那你為什麼最後一個才丟出版本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子來做這樣的制度檢討 這樣子那麼粗糙的立法方式 民眾是沒有辦法接受 大家都愛看 好 來這個 陳委員來 阿國來就陳委員 林文委員 我來就陳議民 我想我們立法院 任何一個法案 那有各自的團體來立法院抗議 或者我們在立法院 有大小衝突 這不是今天才有 所以我不瞭解 為什麼今天我們北爪夏奧里 大家都已經協商完成的 我們不站主席台 今天為什麼還站 這一點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從來沒有再到 到這個黨團協商的會議上來講過話 但是我就覺得說 奇怪明明這個黨團總召在黨團的時候 面對我們黨團成員很清楚告訴我們 十月十四十六十七這三天的會議 就是要讓大家充分地做討論完以後 我們就要進行這個宴會的處理 今天忽然間到下午的時候 公民專領主席台跟我們抗議 這明明協商裡面白紙協議 為什麼國民人要抗議 如果我不瞭解你們現在在想什麼 那以後就不需要協商了 那我今天我是一直常常在想 人家說批評立法院說很亂 我說亂中有戲 大家都照顧 照講照嚇 趕快點說有衝突 但是絕對不能打架 只要大家有意見不同 做下來協商完成的 這個白紙黑字的這個協議書內容 大家都會去遵行 這是過去我們的傳統嘛 這不是很好的一個觀點 今天我不知道國民黨黨團 換了一個廖國動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就覺得很奇怪 過去已經沒有這樣的一個 對不對 你今天說我們急嗎 我們不急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 你看看這個周修歐日這個 勞基劃修正案已經多久了 已經多久 不是妥協 我們現在是一再讓步 讓到今天了 廖總召 你也稍微在頭上這樣清晃一下 我是覺得你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 今天照如果說 照剛剛院長所提的 在講的這個意見 我是覺得很好啊 今天就是要讓他廣泛來做討論 大家來討論嘛 有什麼意見大家來講嘛 你們在這裡講的話 大家到家有意見大家來談 你對特透修這個 三十八條有意見大家來講啊 講完以後再來協商啊 不是過去不是這樣子 你今天會把主席才站著 這基金何在 我不瞭解 那已經我們已經在委員會不是 你們這樣行這樣行 連城裡打 這樣行大小人打 今天就總召了打 這事實上這對我們來講 是沒道理的事情嘛 民進黨今天對伊伊修 這個所提的這個版本 難道我們不照顧勞工嗎 只有你都照顧勞工而已 說得很好聽 我是覺得這樣是傷害社會啦 也對我們這個立法院的一個和諧 都是彼此有傷害 所以我是希望 總召我是希望大家理性一點 不要這個 這樣一直走一直放去 我是希望我們大家 往民主進步的路線來走 不要一直走退步的路線啦 好不好 我再提一個建議啦 我們都互相展現誠意 那我們今天只做大體討論 如果四點結束就休息 下禮拜二再進入 我們主條的討論 沒錯啦這樣好啦 只要你們要黨團派代表啦 還是說大家都不講廣泛討論 只派一個人講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是廣泛討論 幾點結束我們就休息 不一定到五點半 承諾今天不進入實質 讓大家這兩三天有時間 針對特別的休假 再去做內部的你們各自的溝通 然後禮拜一 你們可以提出你們的想法 黨團再做一個溝通 如果有共識 那我們就依共識處理嘛 沒有共識大家就進行 照議事規則來處理啦 院長我要聲明一點喔 如果今天做這樣的處理 那個理由絕對不是因為外面有人團體在抗議 是我們的議程照正常進行就是這樣 民進黨黨團絕對不能夠接受打人的人在外面 這樣子啊你們的理由是說 因為外面有這群人 所以我們今天不能處理 如果這樣的話就是等於鼓勵以後大家都來打人嘛 我們我們的理由 道德勇氣 我們是我們的理由 是讓大家有充分時間討論啦 道德勇氣其實各難講說不應該這樣嗎 還在符合 今天人在外面我們經營還來走 不能夠實現發案喔 這是今天歡迎 我知道 大家都有情緒啦 你還沒說什麼嗎 你還沒說什麼嗎 董事長 董事長 不是怨氣啦 是你要說明一下 我沒有講怨氣 我說情緒 要佔領主席台 我說情緒不是怨氣 跟那個勞團 現在在外面抗議是相呼應的嘛 這不好看嘛 好不好看我們自有判斷 我是說 我知道你們有情緒 所以你們今天講的話 我都精細和細的 我剛才已經講過 你還沒有進來 上個會期的時候 我們為了這個臨時會 也協商過 那麼聽說啦 我不知道真實的情形是什麼 本來講好不開臨時會的時候 聽說柯總也簽了 結果四個小時以後就反悔了 我不知道 我講的 我也非常重視這個協商的簽署 真的 我非常重視 我只是說 剛才我們就這個部分是解讀不同而已嘛 但是不要有氣 再講到這不要有氣 大家和協商就是和諧嘛 和諧的商啦 有沒有不成人理生氣 我們在委員會有人理生氣過嗎 沒有嘛對不對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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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也是這樣 我們找到一個可行之道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 那個 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 廣泛的讓大家交換一下意見討論 然後到幾點結束我們就休息 好啦 好 你說 現在 假設 四點開始 四點半結束 那就四點半就休息 好 那 禮拜二 還有三天時間 針對特休的假 互相之間 趕快做一個討論啦 好不好 這樣就好啦 簡單 然後你們要派多少代表都不管啦 不是 照程序走就今天表決了不是嗎 沒有啦 今天 不表決 今天不表決啦 沒有表決 沒有表決 交換意見而已 廣泛討論 中部表決 今天要休息 到12點才會跟走完啦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至少 然後各黨去大體討論去講 大概五點半就休息 阿如果五點半以前 五點半以前 對 五點半以前刷 提早休息 大體討論到5點不然不刷 大體討論就衝我完吧 沒有 這樣啦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好不好 好 我想齁 那個 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柯總召有被暴力對待 你我都是受害者 你被掐了脖子我也被掐脖子 我是被掐脖子 而且現在已經進入訴訟 好 不管怎樣 我今天要說明的是說 好 住院你也沒有住院嘛 對吧 好 那今天的狀況 我們現在開會的時候 一直到昨天下午4點開始開會 你到五點多你的那個法案 而且是沒有簽名的喔 你沒有簽名的法案 我代表去黨團 我代表去黨團 發言 我也簽一張給你 你不要再扯這個東西好不好 你先聽我說過之後嘛 對不對 代表黨團去發言 發給每一個 那個還是假的啦 從天上飄下來啦 不要生氣嘛 可是就是真的是如此 我是很不喜歡相信的 我是最後潤的人 那今天大家亂講 我都不會客氣嘛 今天不要是誰在亂講嘛 今天不要是誰在亂講嘛 對嗎 你要生氣嘛 對不對 陳衣銘來你繼續啦 陳衣銘來 我講話的時候你就不要插嘴嘛 來啦 今天又不是黃國昌 對不對 每次都沒有 每次都沒有 不管啦 每次都說話 你都要插嘴 我說話你也要插嘴 來來來來 就給我一個機會 來來來 你我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是不是 對不對 你至少還有院長幫你聲援 院長還有譴責暴力 我有沒有被院長譴責暴力 來來來來 是不是這樣 都有譴責暴力 來來來 是嘛 謝謝院長 我只是要說明的是說 今天這個狀況 請我們柯總釗啦 以後要講話的時候 你不要就是 扯來扯去 其實 不管是在委員會開會 跟現在一樣 不要一直講歷史 拜託一下 我們就就事論事 議事的效率 才會加快速度 更不要講說 以特修來講 那麼多的版本 我們那時候在協商的時候 說十幾個版本 甚至還講說 李坤澤也有個版本 誰有個版本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可以把錄音帶調出來看 然後就再講說 所以我們還要再繼續協商 可到最後 連到昨天這些版本 根本都沒有放到 整個的會議的資料裡面去 變得我們還要協助你說 那如果要講這個版本 我們下禮拜一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要講說 其實我們公平上幾個委員 我們其實是在 讓這個議事的進行 讓整個的規定 你們要立法的時候 裡面很多法條 我們是希望做得周延的 我要再講一遍 你們提出來的東西 我們昨天是在 我跟徐永明許委員 我們其實都 還有陳怡傑委員 我們三個輪流一直上去講 包括講外委員 我們是希望說 substantiate 我們是希望 讓你的這個版本 特修的版本 能夠更符合 勞工的要求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處理實質 可是你根本沒有聽進去 你根本沒有聽進去 所以你的版本 還是你的版本 協商了半天 今天如果這樣子就是一個協商 基本上來講 就是大家都要浪費時間 對啦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協商 實質的內容 好來 陳怡傑 那如果你真的要表決 我們今天就下去表決嘛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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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樣高 現在都不再下來 對啊 就下去表決啊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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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你大的主席台才需要 那個我補充一下 現在是在協商時間 我們在台面上 我們在台上沒有錯 我們沒有錯 不讓各位開會 如果現在要開會 下來開會 我們下來直接表決嘛 直接表決也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大家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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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直叫我 然後下來就告程序來 你那邊就出去來 然後來告程序走 那我就告程序走 好 所以要告程序走 沒有結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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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問你 你除了嗎 靠就是了嗎 我會說 你不寫到責任 你會不會說 你的這個放假 你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她屁來 你無法再安靜 你以為 已經無法長 你也是 不到 你會 Ti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